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开始 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泉州 泉州位于东海之滨 地处福建省东南部 与台湾隔海相望 泉州历史上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它又是著名的桥乡和台湾同胞的重要足迹地 泉州是海内外瞩目的名城 今天到面播是做客的嘉宾 是泉州市文联主席陈日生先生 陈先生您好 欢迎您 您好 您作为泉州人 您给我们先讲一讲 这个最后怎么就定名为泉州了 这个名字在唐代的时候 离开现在有1300年了 北边有个山 那个山叫泉山 现在叫做清源山 那泉山下面的这个城市就叫泉州 所以这个城市是一山得名的 提起这个马可波罗这个名字 我想您一定很熟悉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一定非常熟悉 知道他是一个大旅行家 他的足迹遍及了世界各个地方 但是还有一位意大利人 他比马可波罗要早到泉州 1271年8月25日 一个叫雅各的意大利犹太商人的船 停靠在中国的沿海港口 这个城市给雅各留下的最初 也是最强烈的印象 就是一片光芒 于是他写了一本书 叫《光明之城》 据后来的专家考证 雅各书里的《光明之城》 就是现在的泉州 七百多年后的泉州城灯火通明 雅各如地下有之 肯定今夜无法入睡 会续写一本《光明之城》 一切与唱把祢无法入睡 祝福金也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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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州在宋元时 又是一个重要的海港城市 人们说他的繁华不亚于亚历山大港 远道而来的外国人上岸便看到满城开满了刺铜花 刺铜城也因此而得名 在今天的欧洲 有很多人不知道泉州 却知道中国东南沿海有一个刺铜城 这种叫法一直延续至今 遥想当年千帆尽发白隔蒸柳 一派泱泱大国的气派 怎不让人心动 陈先生我想问问您 您在泉州居住了有多长时间了 四十多年了 四十多年了 我们知道泉州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 中国历史文化名称之一 泉州可以说文化底蕴深厚 而且风景名胜文物瑰宝也很丰厚 那您在泉州居住了四十多年的时间 现在是泉州市文联主席 那如果说到泉州 您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最深的是文化 特别是它的宗教文化 泉州这个城市不大 大概是五十平方公里 建城区五十平方公里 人口大概五十万 但是它有三十几所 很成规模的寺庙 这里面当然有我们中国人 最常见的佛教寺庙 伊斯兰教的清静式 道教 古代的天主教 古代的基督教 还有印度教 还有摩尼教 最近平为国家纪的重点文物的 这个是在国际上已经很少了 这是从波斯进来的 那么这么多的宗教 在泉州这么一个地方上 它能够长期的和平共存 这里面就反映了什么 反映自己我们本土的宗教文 非常强大 这一点有点像什么 像汉唐的西安一样 它能够容纳各种的宗教文化 在这里共融 在这里和平地在这里得到发展 早在八百多年前的宋朝 青年朱熹就任泉州同安县主部五年 他在泉州的日子里 写下了大量的诗文 最让泉州人引以为自豪的 是由后代名僧红衣法师提写在开元寺 大雄宝殿的 此地古称佛国 满街都是圣人这幅对联 由此可见 从历史到今天 佛国的尊称 不由得让人联想这块土地上的宗教兴盛的缘由 这两位老人是从千里之外的新疆乌鲁木齐来的 在祖国的东海之宾他们找到了精神的归宿 牧穴下葬着两个阿拉伯人 他们是默罕默德的两位门徒 三贤四贤 据史书记载 以前三百多年前他们来到泉州传教 此事后葬于风景秀丽的灵山 到这个法子光州去看儿子 在儿子那待了两个多月 比了一个月的灾 到这儿泉州那就是 看一看我们这个 人心的圣经 两位老人来之前 有人对他们说 那个地方什么都没有 你们不要去 这两位铁了心的老夫妻 拖着有病的身子 带着自制的干粮 乘火车乘汽车 一路封城来到泉州 如果来我们到那儿 下了车以后一看嘛 我心里特别激动 你说什么呢 国家重视 我们保护的那么好 我们今期还有礼拜次 我们两个还在里面去做礼拜 还能有那个交账 所谓国家的无我单位 无我单位保护起来了 这个嘛我们妈特别的高兴 我们妈想到这个国家嘛 还是比我们这个清晨 什么还是比较高 老人说得不错 泉州给外来人的印象最深的 就是宗教文化保护得很好 泉州是世界宗教博物馆 这一点是使人公认的 在这里 道教 佛教 伊斯兰教 基督教 摩尼教 喇嘛教 印度教 婆罗门教 十几种宗教都留下了时刻遗迹 神的汇聚就是人的汇聚 宗教与宗教在全世界发生冲突 酿成一场场宗教战争 众神和好相聚 如此盛会仅建于中国的泉州 郑先生 这个宗教的和平相处 也带来了文化的融合 那我们知道这个泉州啊 是拥有丰富多彩的静态文化和动态文化 静态文化指的就是 这些文物古迹 比如说开元寺啊 老军园啊 这个洛阳桥啊 像这样的属于静态文化 那么动态文化呢 就是人类口头的这种非物质的文化 比如说什么呢 音乐啊 戏剧啊 舞蹈啊 这些就属于动态文化 是口传深受的 所以今天我们特地同学们 给你带来一个小礼物 是我们泉州的布袋木偶 这个是一个花脸 你看 郑先生您看 这个布袋木偶 我觉得它做得非常的精细 可以称得上是一件 非常不错的工艺品 对 这个从清以后 就作为泉州的一个 很重要的 作为商品来卖的 那么泉州现在很多 旅游点里面都有这个卖 泉州商业街上的锦绣庄 是一家小有名气的 专营泉州特点的工艺品商店 你好你好 这是我们泉州的掌中物 很有名的 它是靠那个这样子 三个手指这样子 这个操纵头 这两个手指是操纵这个手 就这样子 表演的话就 我学不来我不是专业的 这个表演的话很细利的 台湾很多很多的这个 沙州木偶集团 这个我们主要的方面是负责制作 这个头是那个张物雕刻的 服装是手工绣的 这个张物的 这个可以看到里面 这个是木头刻出来的 泉州木偶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木偶头 要经过几道工序才能完成 千姿百态的木偶头演绎出各种中国的民间神话传说中的人物 那像这一个角色 是封绳演绎里面的三头 如果整尊做起来的话 应该是三头六臂 你看它这个 一个头动 可以带动四个头 四个头 嘴巴 舌头 眼睛都会动 这个制作的工艺比较精致 这个做得很漂亮 这个是杨润《封绳演绎》里面的一个比较神像化的人物 这个眼中有手 手中有眼 这个还是会动的 还是会动的 而且可以把这个手伸长 然后再收回去 这个制作工艺很漂亮 制作的难度也比较大 欢迎下次光临 再见 再见 布袋木偶不仅是摆在柜台里出售的商品 它还是演员手中活灵活现的人物 泉州地区别具一格的布袋木偶戏有上千年的历史 保留至今成为泉州地区艺术的奇葩 精湛的技艺引人入圣 妙去横生 令人叹觉 与布袋木偶并称为双子星座的提线木偶 源于宋代 据文献记载 作偶人以戏善歌舞 当时多在婚丧喜庆宴上由农家班舍搭台作乐 历史上有全人罪功慈悸一说 提线木偶发展到今天 无论是技巧上还是表演形式上都有很大的发展 中国的提线木偶古代叫玄师傀儡 就是玄在上面的诗线来操纵这个木偶叫玄师傀儡 玄师傀儡中国非常确凿的记载是从汉代就开始有了 汉代的提线木偶系发展到现在 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它进入泉州 我们目前能够非常确确地知道 它是从宋代就已经在泉州落地生根了 过去每具木偶提线16根 现在发展到32根 给表演也增加了极大的难度 他们手中的钩牌可以调动自如 八个指头挑拨提钩 一根根线连成鲜活的生命 我们这种叫什么呢 叫线规 就是怎么使用线的规定 这样一套东西是几百年多少代人的传承 才传承下来的 所以权宗的提线木偶系呢 在国际的木偶艺术界一直受到尊重 一直有非常高的地位 跟我们的悠久的历史 跟我们非常好的传承 跟我们很好的发展 不断的创新是有密切相关的 这是一块历史悠久文化丰厚的土地 很早就有了吹歌散曲等古老的戏曲流布 这一带也是戏曲品种保留最多的地方 南音 高甲系 黎原戏 打成戏 各个都称得上 是艺术精品 是泉州的戏剧艺术 带动了民间艺术的发展 还是民间艺术推动了戏剧艺术的演变 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两种形式的互动 相互渗透 相互影响 火顶公婆和拍胸舞 是泉州地区喜庆节日里 最受欢迎的街头表演 在丰收的时候 我们农民跳起来欢唱大声的跳 好大跳 很热 像到流转道之间 很多人 感谢生活 赋予他们创美的本性和精湛的记忆 他们的表演中 有时粗广鲁莽 有时甚至放荡不羁 也许过不了多少年 这一切都将成为历史 正因为如此 他们是从历史走来的 也必然会向未来走去 在生生不断的延续中 折射出中华文化的厚重 这些头戴鲜花的女人 原本以为他们是慧安女 经打听才知道 他们另有别称 在泉州年长的人 叫他们寻仆女 孩子们叫他们寻仆阿姨 寻仆女寻仆阿姨的称谓 是因寻仆村而得名的 这个小渔村古时候是个小海港 登陆上岸的外国人 把他们的习俗带到这里 今天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景观 早在宋元时期就已经出现在泉州 能经千年风雨保留至今 称得上是个奇迹 寻仆女头上的鲜花 被人们称为百花园 这满头的百花园 每天不但要花费十几元去购置鲜花 还要耗费一到两个小时的梳理 为此给泉州增添了一道人文景观 在泉州说起寻仆里 他们的吃苦耐劳 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 从背后看 你能看出这位老人是多大岁数了吗 今年他已84岁 在寻仆村这样的老人比比皆是 这几个年了 七八十岁好要下海了 现在坐在家里闲着没事干嘛 反正她以前青年的时候 都一直在下海嘛 她们下海惯了 现在都叫她 一直想在家里她坐不住 反正没事情嘛 就出来到海里运动 运动嘛 也是反正也跟断练身体 要是下海刮 世世代代养成的习惯 是寻仆女人的能干远近闻名 每天早上坐船出海 她们叫赶小海 赶小海 就是到大海附近裸露的滩头 采集海粒子 仙被等海货 寻仆女这一身装备 也足见其劳作的艰辛 这一望无际海水相接的地方 是一个天然养殖场 海潮来了 海水会淹没这里的一切 当海水退下去时 在人工竖起的一块块砖上 海粒子就会附着在上面 海昏了或者有那个昏来了 都会不会在石头岛搞掉了 那搞掉了也要给它那个扑起来 别吃块吃块的拼在一起 这样它那个海粒才会生在上面 那大部分都是以这个为生的嘛 大部分都是以这个为生的嘛 一个村子的女人成为一个地区的象征 说明这个村子有独特之处 说明这个村子的女人也不同寻常 寻仆女这几年在外力的推动下 逐渐发生变化 老的价值观的基础 正一点点被蚕食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寻仆女的勤劳会亘古不变的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戏剧和民间风俗 在台湾地区也是很盛行的 是不是我们可以这样认为 就是在闽南地区 特别是泉州和台湾 有着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 在台湾它的汉族同胞 是占整个台湾的人口的98点几 那么这98点几的汉族同胞里面 有44.8% 它的主集是在泉州 所以台湾的它的这个风俗 饮食 音乐文化 跟泉州有很多相同跟相似的地方 郑先生我们知道这个泉州和台湾 尤其是和台湾的金门 这个距离是非常非常近的 不错 从泉州的下面一个县 晋江 它有围头半岛 离金门只有5.6海里 那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如果没有雾的话 连岛上汽车在开动都看得见 很遗憾 射制族正巧赶上大雾 只看到大金门岛的轮廓 尾头湾是大陆离金门最近的地方 当年震动世界的炮战就在这里发生 炮台已废弃 四周长满了一簇簇山菊花 昔日剑拔弩张的海峡两岸 今日已风平浪静 静得像一幅水粉画 一个泉州之子 生于斯 长于斯 土生土长的泉州人 在台湾居住多年 从88年开始 往返祖国大陆与台湾之间106次 如果申请吉尼斯世界记录 他应该是第一人 我们常常回家来就看看湖酒 看这个死源 我这里还有我到大陆来的 100多次的这个资料 那么都有详细的一个记录 7年呢 2002年的7月份呢 我回来刚好100次 所以这个本地的一些 相亲啊 同学啊 就给我开一个庆祝会 那么这个是一个庆祝大会 那么这些都是照片 回乡百次 感触何止千言 百感交集一言难尽 最大的感触也是他的希望 最大的希望就是说 赶快能够和平统一 这个第一个 第二呢就是说这个赶快三通 直通不是现在渐进 现在是渐进的通不是直通 还要到境外第三地址停留 那么再换机再来 那何必多此一举的 这浪费能力浪费金钱 这国力也浪费 你飞机上上下下 要浪费多少 那无料 油料 人工的服务 那活必 既然你要嘛你不通 那没话讲 几十年都没有通也就算了 你既然要通就不要 遮遮掩掩掩 对吧 这干什么 全世界政府他就给我们解释 他是安全 怎么安全呢 我王仁瑞早上出发 到晚上到 他跟直通以后 我中午就可以到了 当王仁瑞老人 第106次走进飞机场 转机飞回台北 我们期盼着王老第107次 108次再来 不是绕道 而是从台湾直接飞到泉州 希望这一天尽快到来 大海挡不住海峡两岸的亲情 2001年 又一位老人回到了 阔别69年的家乡泉州 他就是中国台湾著名诗人 于光忠 多年来 诗人于光忠在他的乡愁小诗里 是这样舒坏的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亲娘在那头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般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路在那头 诗人余光中 魂牵梦营几十年的故乡泉州 今天又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呢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随我们 走遍中国 走进泉州 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出欧洲的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题目 学者们为此争论不休 因为就是这个赤铜和一千多年前的海上丝绸之路有着密切的关系 当时很多人并不知道 这个神秘的赤铜港就在中国福建省的泉州市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来的嘉宾 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宋献先生 宋献先生您好 在这个欧洲很多人提到泉州并没有多少人知道 但我说到这个赤铜 就很多人都会说知道知道 是这样吗 是的 就很多的这个古代的一些 什么传记家呀 旅行家 他们都在自己的著作里边都介绍过这个东方的赤铜港 赤铜城 这个而且的介绍的事非常美 是一个好像人间天堂似的 那么哥伦布呢 他呢也就是在寻找东方的这个最美好的地方 找这个赤铜 但是只不过他找到了新大陆 而没有来到这个赤铜 那么作为呢 学术界啊 这一百多年来都都在 大家好都在探讨 这个赤铜城到底在哪 所以一直就一直没找到 后来呢咱们的自己咱们的泉州上呢 就发现了一条送 一艘送船从海里挖出来了 对它的考据啊 对它的研究 给我们这个就是定了个赤铜城到底在哪 这个起了很大的作用吧 站在泉州海外交通室博物馆的宗教石刻馆里 刹那间会让人感觉不知身在何处 伊斯兰教 佛教 古印度教 古基督教 犹太教 摩尼教 共处一地 千百年来 这些石刻默默地记载了诸多宗教在泉州的兴衰 古代的中国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国家 但在泉州却是一个例外 因为很显然在这里生活着很多海外来客 眼前的这些宋元时期的五百多件石刻 既有阿拉伯风格的木盖石 也有印度教保护神的雕像 中国样式的墓碑 科技的文字除了中文 还有阿拉伯文 巴斯巴文 波斯文 泰米尔文 古叙利亚文等等 而十字架和戴翅膀的天使属于中世纪基督教不同教派的标志 却端坐在中国传统的莲花上 像是在思考着什么 对方这个死者是死在元朝的大德七年 根据阿拉伯文碑的欢迎 这个死者叫做赖拉穆罕默的本阿布杜纳 但是我们看到立碑的人是他的独子 叫吴应朵 他应该叫莫罕默的什么 可以反映这一个他的儿子呢 已经娶了汉姓 他可能娶的是他母亲的姓 像这样的现象在宋代元代很多 也就是说大量的 数以万计的这些阿拉伯波斯人来到泉州以后 他们很快的就融入这个社会 那时候这些海外来客将泉州称为赤铜 因为从唐代开始 每到夏季 泉州城内就会盛开一种 燕红似火的花朵 赤铜花 当时的赤铜城